由于大陆不满我国友邦图瓦鲁代表团中有台湾人予以施压 图瓦鲁外交部长退出会议表达抗议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说台湾担当别的国家的随从 企图挤进联合国海洋大会 这只能自取其辱 联合国海洋大会27号在葡萄牙开幕 与会的有我国邦交国太平洋岛国图瓦鲁 代表团名单中包含三名台湾人 由于大陆是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 因此要求土国代表团删除台湾成员 否则整个代表团都会被撤销参与资格 图瓦鲁外交部长为表达不满 决定和三名台湾代表退出代表团不参加海洋大会 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 台湾此举就是自取其辱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 台湾当局惯于在国际上搞小动作 其所谓人员自降人格 干当别的国家的随从 企图挤进联合国海洋大会 这只能自取其辱 赵立坚表示中方现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支持各方合法依规参加联合国海洋大会 台湾外交部则感谢图瓦鲁坚定相挺台湾 强烈谴责大陆无理滥用职权 土国外长宣布和台湾共进退后 则打击返回澳洲的布里斯本